十月十號國慶日即將到來 不過有民眾爆料指出自己的小米 紅米手機行事例 國慶日變成十月一號 這日子怎麼變十月一號 民眾大傻眼 專家實測發現其實跟版本是有關聯的 中國版以及國際版手機行事例差很大 點開國際版紅米國慶還是十月十號 點開最新版小米手機的行事例 發現十月一號標上大大的國慶 十月十號卻空空如也 身為臺灣人就希望就是不要搞錯 這種很重要的事情 尤其是國慶日 可能就會想要換手機 因為其實國外的假日 有些會在那個calendar裡面會出現 所以我不會特別去介意說 這個是大陸的國慶日 就連紅米手機行事例也是一樣 實際實測就算設定成臺灣地區 語言設定成繁體中文 時區也設臺灣 內境行事例還是維持不變 國慶日依然是十月一號 各家品牌手機比一比 同樣來自中國的華為 韓國三星 美國蘋果 行事例實測 十月一號都是中秋節 十月十號是雙十節 為何小米會不同 專家分析跟版本有關 點開國際版紅米行事例 能發現十月十號 國中出現國慶節 版本不同行事例差很大 實際致電小米詢問 截稿前還未正式回覆 看來民眾在買手機前 還是要睜大眼確認版本 才能擁有一個道地台位的行事例 記者綜合報導 早上 李宗盧 李宗盧